我們家根本沒有紅包這件事情 對 而且不會有新衣服跟新鞋子 因為我要穿前面七個的 就沒有紅包還是好的啦 有紅包又被收回去那種感覺 對 就覺得 對 就覺得阿姨這麼辛苦 然後突然有一天媽媽打電話 又打電話來了 她就問阿姨說 小朋友穿幾號的衣服跟鞋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又在旁邊聽說 這對我來講是奢侈品 又有鞋子跟衣服了這樣 然後突然到了晚上 大概七點半 因為以前六合彩開獎是七點半 到七點半然後打電話 她就問我阿姨 她說 你抱給我的小孩子的衣服跟鞋子 怎麼都沒中 她就怪我 就拿號碼或者是怪我 那個號碼是她要去切 七六合彩 不是要幫你買鞋子 也太好 我就覺得說 我到底是你生了不是你生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想說 我期待的那個落空 就是我期待衣服跟鞋子 對啊 我都穿前面哥哥姐姐的 我說怎麼會反 又罵我阿姨說 你抱的號碼 是不是少一號 還是鞋子是幾號